来吧吧 粉丝有求甜甜必应 挑战变费为宝 从编讲料逃手镯的第七天 有位粉丝跟我说 甜甜武林圈口的飘花手镯 能找到吗 我有五千块钱 每天都看你做大做强 给了一个小星星 接受你的挑战 争取五千的给你搞定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 做大做强 走 哇 这个飘花 它飘的是那个 色根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 这么长的几个裂 就完全做不了 你看这个也是飘花 它这个飘花太丑了 本都打不透 这里有一块 很重 它这里也有挂一点点小飘花 每一个飘花的感觉 它都不一样 像这个是它有一寸一寸的 但是这里 这么长一段裂 大概十多厘米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裂的话 可以在这里出一个小圈 然后挂这一抹小飘花 但是也没机会了 这里有块 你看这里飘花 就把这个飘花的地方 包在里面 那应该很好看 这里有一条纹 这里有纹的话 我看看能不能出一个小圈 这块是可以的 而且它的飘花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集中在这个部位 出小圈 那宝贝了 怎么能办 拜拜 他不想让我走 小胖哥 这块板 等一下 这块板要两万的 不要吓我 怎么这么贵 这个飘花的座位 都要打到一万多的 那我又不要这个 边角也要卖个大千的 我只要这么一小块 这些边角比座位都大来的 好多东西都出座位了 就剩下这个 这个我就不要 我还还你 三千块钱 那肯定不行 要大千的 三千五 这样五千 四千块钱 吃个番茄 我不吃 我不吃 你吃一个 四千不行的 加一点嘛 一口价 四千五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四千五 我待会给你还来这些 你拿这个 走吧 待会给你转账 你看今天太好恨了 在这么大一块春牌板上 当桌垫 然后画我们的座位 现在我们的飘花全部包裹在这一段上 好看 走 上机 谈谈 这是我做大做强以来 见过最甜美的一条 飘花手镯了 很多人都会担心 飘花手镯它会显老气 但是这条完全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段飘花呢 是集中在我们上面的这个位置 而且它的这个飘花感呢 两面都是呈现不一样的美的 虽然表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点点的小浮棉 但是它的这个小浮棉呀 与它的底色相结合一体呢 反而增加了这条手镯的那种 甜美淡雅的感觉 上手呢 绝对好看 那这条手镯 在市面上价值多少钱呢 现在我们就去 来打价格 好老板 帮我看一下 主要怎么在市场上 能卖到多少钱 17000多 好的 谢谢哦 4500变6000 钱呢已经给我转过来了 下面呢 我们就去给小姐姐发货 记得关注我 我也帮你们找 拜拜